建築硬生倒塌 炸出浓厚灰烟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 贝鲁特南部郊区 但就在不到24小时前 即使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 涉嫌战争罪和违反人类罪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没再怕 把裁决当作耳边风 甚至怒批这是反犹太主义 纳坦雅胡之所以这么不在乎 是因为国际刑事法院 在以色列没有管辖权 以色列也不是该组织成员 因此无法派任何人去逮捕他 纳坦雅胡唯一要注意的 只有这件事 以方声称 真主党的一系列空袭 已经在以色列北部地区 造成超过100人死亡 身上背着两大罪行 纳坦雅胡执意继续反击 罪行目标锁定黎巴嫩贝鲁特郊区 宣称要消灭真主党成员 最终造成超过50人死亡 在国际谴责声中 纳坦雅胡思毫不动摇 让中东紧张局势难以平息 在新闻柳志玉报导